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持續關心的是福島 核災半年之後 目前在整個災區的狀況 我們先來看 所謂的農漁木 受到的所謂輻射污染有多嚴重 而當地福島的所謂的重災區的 這個整個產業的狀況 受挫又有多嚴重呢 來看下面的VCR 在福島磁城生產的黑毛和牛 因為吃了輻射污染的稻草 被驗出含有色137 價格因此慘疊 而福島縣也是日本第四大的產米縣 到底有沒有污染 消費者都很關心 儘管四月時地方政府宣稱 檢測了所有農田 不過事實上大約只是一個鄉鎮 檢查一兩個地方 讓專家很擔心 種桃子和水梨的農民也非常無奈 長久以來為了保護土地 連除草劑都不用 誰知道福島核災來了一整個污染 害他生意大受影響 因為輻射污染的疑慮 日本民眾不敢買這些農產品 雖然大地震後各地都響應東北復興運動 也就是盡量購買災區農產品 不過諷刺的是只要標示來自福島 大家反而不敢買 聽到的人聽到 福島和民營市都可以買好東西 看起來就能購買 當然全國的都不能賣 從牛肉牛奶到米到各式各樣的農產品 核災的傷害從核電廠一路擴散到日本人的餐桌上 大家對災區農產品敬而遠之 也讓家園已經受到污染的農民們 承受二度傷害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我們繼續要連線給劉莉兒 請問一下你在現場嗎 是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您提到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福島的一個農漁木產業 其實整個東北災區 目前大家是能夠避免就避免 但是政府如何看待這些 重災區的一個產業呢 這些災區其實以前 可能都是非常興盛的農漁木 農漁木產業 現在都停頓了 那整個災區要怎麼復興呢 對 其實像大家都在說 日本的那個震災的復興一直沒有進展 最重要還是因為有核災 如果沒有核災其實都會簡單多了 那就像現在那個東北地區 嚴守或是工程 它很多漁長都已經恢復開始出去捕魚 可是問題就是說日本他們自己都調查 他們放了1.5兆 5萬兆的那個貝克的那個 污染物質到海洋裡面去 那抓到像最近在那個嚴守 抓到了一個蝶魚 是比較深海魚 就很容易受影響 它像它是超標都已經就是有2000貝克 就是說像這樣子的魚誰敢吃呢 那所以就是說很多的漁港它雖然復興了 那你看北到嚴守 南到千葉 這一帶就是太平洋沿岸的魚 大家都不敢吃 那像剛才那個張教授也提到了 就是說你看到那些農田 他們都還是農作物都在 都還一樣的耕種 那其實說穿了就是日本政府跟東電 他們不想就是說事先就做賠償 那所以還讓他們繼續耕種 可是現在其實還是發現有很多超標 尤其是日本事實上在災後 已經把食品的暫定那個基準 都提高到那種數十倍的 就像那個米啦 它是已經是要500貝克 那那個肉也是一樣 可是那樣子也都還是會有超標的 那像牛奶也是相當嚴重 因為牛奶喝牛奶的很多小孩 很多家庭現在只好改喝豆漿 那我想就是說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大部分的食品 就說它的確在體內會造成體內的被曝 體內的輻射污染 那那個影響其實還又比蟲皮外的輻射污染劑是更嚴重 尤其對於整個細胞什麼都還沒真正成熟的小孩子來說更嚴重 所以因此許多的尤其有幼兒的家庭 對於東北地區的產品 甚至整個東日本一直到北關東地區 因為盧甲海商教授所提的 因為它那個就是輻射就是核灰爆炸了幾次爆炸 它有的就是吹到海邊又因為肥風又吹回 吹回像千葉啦或是甚至群馬 那個地區也都遭污染 污染的範圍非常廣泛 然後現在就說普通的消費者還更擔心的一種 就是說他們為了要符合就是檢查的標準 讓市面上都能夠就是說它符合這麼高的一個很高 譬如說五百倍克這樣標準 他們就把譬如說你超標已經到一千倍克了 他就把它混混其他的就是說比較低標的 那樣的話就是就是說你吃到的東西都是在很邊緣 你說就像你吃到490倍克的東西 那其實也是長期來說對身體也非常的不好 那而且就是說日本按理應該把那個就是輻射東西 把它全部集中然後不要去消費它 可是因為現在日本政府擔心這樣子的話 會讓當地災區的人他活不下去 他們沒辦法維生 所以就是把標準提高 然後這些產品就散到日本全國各去去 所以像西日本地區的像京都啦或是大阪人就很抱怨 他說我們的平均壽命也會跟著被扯低了 是 好 我們非常謝謝李兒來自這個日本的一個最新的觀察 我們繼續再回到現場討論 我們來看 目前在福島核災整個衝擊農產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整理 其實在三月份的時候核災事故一發生 整個福島十一種蔬菜就輻射超標了 那個時候政府下令禁食此層的牛奶以及相關的番茄 然後四月份福島一場排放了一點一一點一五萬噸的廢水 這個輻射濃度是法定標準一百倍 生態跟海產恐怕都已經受到污染了 七月份的時候福島工程的牛肉就禁止售出了 然後日本超市販售的這個波菜茶葉牛奶魚 輻射也是超標的 繼續在八月份的時候 工程福島民眾將捕獲的野豬送檢 這個也是超出標準的 然後這個我們看到糙米也是同樣被驗出了 然後繼續我們看到農地輻射檢測 同樣也是超出標準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蘑菇色也是超標的 但是剛剛我們聽到劉璃人他有提到說 政府把這個所謂的標準都提高了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我是不是請蘇星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本來他是說正常方面 我們是不能吃這個標準的 可是現在全部 全部 全日本的標準都放寬了 對 其實我覺得這是日本政府 他在面對核災 他們不得而不做的一個措施 那這個做的是 其實是應該必須要受到挑戰的 今天其實他不只是食物的標準提高 包含就是每一個一般市民 他所承受的輻射的劑量 他也希望能調整到一年兩百五十 那甚至是殼電工人 他所忍受的標準 他全部都要提高 為什麼他提高 因為他所有的標準如果不提高的話 其實就是他們根本沒有辦法 就去把這核災的這個受害規模縮小 如果因為照這樣講的話 現在可能核電廠旁邊很多工人 其實根本就不能進廠去去搶救了 那甚至福島線的疏散範圍 也要再擴大 那甚至食物也是 我覺得他們為了保護核電這個產業 他必須他就把所有標準提高 那其實這個是非常 我覺得非常違反民主原則 也應該日本的民間社會應該起來挑戰這樣的事情 是 張老師你怎麼看這個標準提高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道德科學上 法律上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矛盾點 也就是說當然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輻射的撲弱 當作一個沒有問題 那最後會用科學來證明他是有問題 那但是這樣的謊話 或是這樣的安撫 某一個層面來講說 日本政府安撫當地的居民 能夠拖多久 他能不能來取代科學的這個事實 因為我剛剛講過 日本或是車諾堡 這些輻射的污染 幾十年後 通通一個一個印證 這樣的民眾的健康傷害 經濟社會 這個的整個傷害 最後都會付出代價 那現在日本政府採取一種用安撫了 就是沒有關係 你可以多吃兩倍的輻射劑量 那沒有問題 當然短暫時間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最後都會出現問題 那當然日本 我對日本還不夠瞭解 在美國是不可能的 因為所有的律師就等待 可是他的賠償 是真的是 你可以想像 就是其實他目前的能力 能撤出的也只有二十公里 能負責的 好像也 而且還不一定能負責的出來 所以所以將來這些法律 因為實際上我們對日本的公害事件 還有後來的救濟 也瞭解了一些 他們過去有些工 一袋一袋廟 或者是一些重金石的這些 後來大概經過幾十年之後 幾年之後也都證明 政府要付出 要道歉等等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依據 依據未來看到日本政府 還有廠商 這些東電人 要不斷地做道歉 因為這個不是說用安撫 用精神 當然精神支持是很重要 可是問題並不是說用精神支持 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這個科學的證據都沒有什麼價值 所以我個人是很懷疑 用這樣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真的解決問題 有些其他的問題 其他的方式 應該是可以來解決 這個在蘇聯車諾堡 雖然經濟很差等等 可是他們用疏散的方式 接濟他們到另外的地方 很多人住到新的城市去 很多國家去蓋美國村 華國村 歐洲村等等 那陸續 那最後 當然這個在短暫時間 一兩年內非常非常痛苦 你可以想見很多人被迫遷村 等等 重新念書 不過最後可以減少他的健康傷害 就得到這個好處 那我覺得日本政府 是不是就這樣子 就安撫 大家繼續待在原處 不要想太多 那我覺得在科學上 醫學上 我們是沒辦法接受這樣的做法 是 我們來看 其實整個核災事故之後 我們也發現到了一些討論 所謂核能 是真的如我們所想像的那個安全嗎 那其中有一位這個瓶頸縣夫 這位他所寫的核電語 員工的最後遺言 這本書也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甚至大家說 是不是真的 這個人 是不是 大家都還在懷疑 他在書裡 但是後來證實說 其實這個人 他是真的在日本核電廠 有做事過的 後來他因為身體發生了 就是他也生病了 然後他決定把事實說出來 我們截錄了一些 他所說的一些話 他說 大家以為核電廠 是多麼的高科技 核電工人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漁夫或農民 只是閒暇來打工的 然後他說到了核電廠保養的業者 把核廢料桶丟進千葉的外海 鐵桶不到一年 應該就會鏽蝕了 附近的魚 不知道會變怎麼樣呢 然後工人總是自信滿滿 就算身體變差 也不認為與核電相關 他們從不知道放射能真正恐怖 講到這個自信滿滿的部分 其實平頸縣夫他後來也提到說 他覺得 後來他一直告訴下面的人說 沒問題 沒問題 他自己後來也非常非常的內疚 然後他繼續說到了 就是說 我們會要求工人 一口氣曝曬三週到一個月的量 以順利完成工作 但是沒有料到這十多分鐘 會造成白血病或癌症 然後呢 他說了許多超過三十年的老舊核電廠 政府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放任繼續運轉 也提到了預計埋三百萬桶的核廢料 管理三百年 問題是三百年後 鐵桶會變怎麼樣了 我請問一下主任 其實您自己本身多年來 一直在看法國跟日本 也有關心到臺灣的一些核電 內部的問題 你看到了這個平頸縣夫 所提到這些憂慮 這些都是真實的狀況嗎 對 他提到這個問題 我自己聽大概是一九九六年寫的 他很多經驗 有關心那個適用過的燃料棒的那個儲存池 他說這個原來不只是日本的問題 大概法國 臺灣都一樣的問題 就是那些適用過的儲存池快 滿了 對 快慢了 所以外面也不能 就是比如說臺灣像那個 蘭嶼這種地方已經滿了 日本是在 在日本的北部也快慢了 所以而且技術方面 你不能馬上把那個 使用過的燃料棒 就是帶出去 你一定要放在十年多 大概二十年才可以拿出去 所以那個在核建省裡面的 儲存池已經算是很公佈的 的一個事情 上個禮拜我剛從法國回來 我用這個機會去訪問一個 法國的專家 他是我們法國的 富士防護及核子安全的國立研究所 他三月十三號馬上去日本幫忙 我們的法國大使館的大使 決定如果對日本的 住在日本的法國人怎麼樣 然後他又跟那個日本的東天 還有那個日本的威能會的專家 討論過很多事情 然後他跟我講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他說其實這個時候 好像那個寶島都一直在講那個 反應錄跟如果反應錄融會的話 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這個是已經很公佈 但是他跟我講 更恐怖的事情是如果那個 那個使用過的燃料棒的 儲存池融會的融掉的話 他們那些儲存池會發生 會怎麼說 產生的輻射量 更大 對更多 所以那個其實是更恐怖 更危險的一個狀態 對 大概他說大概一個小時會以前到一晚好戲弗 好戲弗 所以這個是公主專員 完全沒有辦法靠近反應錄 或者那個河天神本身 完全沒有辦法進去住 出這個這個河天神 後果發生的事情 他他給我講 就這是不敢不敢想像的事情 這個太恐怖了 這個部分好像也很少人在注意到 沒有辦法住了 是 也就沒辦法住 我請問一下蘇星 就是說他其實瓶頸 先生不過他有提到說 他發覺這整個一個外包的狀況 其實外包工人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呢 其實在整個一個 不管是建造的過程 或是在維修的過程裡面 就是為了要讓這些人 能夠多待在裡面 多久一點 所以呢 其實就會一直告訴他們說 其實沒有問題 你們的這個鋪射量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也會跟他們說 其實就算你會身體不舒服 跟這個輻射污染也沒有關係 那所以在日本 其實他外派這個問題 已經是非常 就大家要都知道了嗎 那這個危險性有多高 其實河電也很多使用 所謂的外包工人 那外包工人都不是他們電力公司的正式資源 所以他們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裡面說 就是說是素人來打工 就是因為河電廠可能會需要很多臨時工 然後他們就會讓包商去外面招 那這次經由保羅的介紹 我們也訪問到就是現在輔導 核電廠裡面的外包商 那他就承認 因為他自己說 他就是外包工人的訓練師 他說他就是招收這些一般的來打工的 然後去訓練他們 然後訓練個兩三天 就讓他們進去做工作 他自己說 他自己心理上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他說 因為他們沒有完整的訓練 要是一旦出事的話 其實你是很難掌控的 那同樣的 我之前也有去訪問 就是一個漁民 就是他是曾經以前 也是他們他們漁民的夥伴 在平常就是冬天不能捕魚的時候 他們可能一批人 就進河電廠去打工 然後他們也看到了 就是也是進去之後 他們發現原來輻射是有危險的 當然還是會給他們訓練 會告訴他們說 你們要小心怎麼樣的防備 但是他們就知道原來輻射是危險 不像政府所說的都沒有危險 那很多進去打工才知道 那我相信還有很多人不曉得 那他們因為不在正式員工的名單裡面 所以他們並沒有追蹤他的健康 所以會出現什麼事 不曉得 很多人也對自己的健康 跟我們健康 是沒有辦法去保護自己健康的 是 代表就是 其實跟塑星一樣 有接觸到裡面核電的員工 當天三一一的時候 他也在場 那個時候你說到有一些狀況 其實他們其實來不及做任何的 就是確定自己的輻射 這樣是多少 就先都先掏出來了 是 因為我們訪問到的那位 他算是屬於就是 應該是外包商的一個公投這樣子 那他有形容到當天三一一在地震的時候 那因為也是整個場區就是停電 那有廣播就是要他們緊急的撤出 但是其實那個廣播他也聽不太清楚 那當時在場的 合一場裡面的員工大概有一千多個 那因為要出去的時候全部都要經過這個輻射檢測 但是因為地震真的太大了 那要緊急出去 所以最後就是管制的人員就把這個門打開 就讓他們直接出去 對 那後來他是撤出之後海嘯才過來 那那位員工也有提到說 其實他認為東電在這個管理核電廠 在經營管理上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包括說在十幾年前 核電 核一廠他的這個大休的這個時間 大概是八十天左右 但是這幾年就是逐步的縮短 從八十天一直到六十天到四十天 所以他為了要去節省這個成本 就用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他說是所謂的人海戰術 就是在這個周遭找很多的這個臨時人員 進到這個核電廠來 以應付就是說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去完成這個維修的工作 那也因此所以說 他認為說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維修 並沒有辦法去深入的 看到說管線內部的問題 只能做一個很大概的 這樣子的一個檢查 那這個也是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除了海嘯 跟地震的原因之外 那核電廠他本身的這個管理上的問題 是 然後慶忠你們其實有跟著這個 相關的團體去拜訪了東電 跟相關的這個主管機關 那有提到說其實他們面對 這樣子大的事故之後 這個態度其實也讓人 我覺得蠻不可思議 就是直接跟你說 你看報告第幾頁 我們都回答你的問題 對 就是這是去有幾天的時間 其實跟著亞洲飛河論壇 在日本 這是今年的那個那個大會 在日本 然後去參加了這次大會 那會議結束了之後 就是包括亞洲幾個國家參加會議 七八個國家 我們就一起代表 都有去日本的那個產經省跟東電 去表達抗議這樣的一個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不僅是日本 整個亞洲地區可能都受到影響這樣子 那我覺得很好玩就是可能 可能在是一些文化上面的不同 那可能也是對於在處理這件事情上面 態度的保守 在整個抗議的到東電抗議的過程當中 我們被引導進入到東電的那個大樓裡頭去 然後在一個經過一些黑暗的走道 然後到了一個引導到一個會議室 那會議室空間其實就是幾張摸字型的桌子 裡頭去 那其實相對比台灣來講 這樣的抗議場合引導到裡頭去 那種氣氛是詭異 然後相對的太過於平和 讓人家覺得不對勁的 那在這過程裡頭 日本的朋友有 日本朋友還有幾個亞洲過來的朋友 都提出一些質疑 東電其實那個態度就是 就是他有針對你進來 他可能收集一些資料 可能你任何疑問 他我有編了一本手冊在這邊 然後就你質疑我資訊不夠公開嗎 那我告訴你 我們其實會做得更公開 但是他沒跟你講過多公開 那我跟你講說 我們總共做了什麼事情 請你放開第幾頁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我對你的答覆 那當然他他東電的這方面 他的態度是非常的 讓你感覺非常的謙恭這樣子 但是他整個的回答跟應對上面 就是非常的不具體 而且讓人家感覺上就是那種 氣氛覺得非常的讓人家覺得對事情的公開 跟隱瞞上面 讓人家覺得不值得信任 這樣子 這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的 一點感覺 是 我們看整個核在事故發生之後 其實在日本 其實會感覺到說民意 是不是說對於走向非核家園 有更明確的一個要求跟進展 但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其實政壇裡面對於核電的一個發展的看法 前首相兼職人 他其實在七月十三號的時候 他說這是會分階段逐步降低對核電的依賴 爭取建設一個不依賴核電的社會 不過七月十五號 他修正為說 這個是他個人的看法了 然後呢 他也說到會分兩階段對核電廠進行安全的評估 目前五十四座反應爐十三座是運行當中 然後新首相 也田嘉燕在九月二號提到了 今後應向再生能源轉移 但是現在的經濟形勢仍需核電 然後他也提到安檢無餘 地方民眾諒解之後 重啟關閉維修中的反應爐 所以蘇星 如果我從這個新首相的這樣的說法裡面來講 其實日本 其實他目前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還是不要放棄核電 因為我們非常需要這個核能發電 我覺得不能這樣子講 就是說其實在日本 就是核能集團的利益 跟那些政黨利益是綁得很緊的 那這次核災之後 其實雙方出現非常劇烈的鬥爭 那其實兼職人在核災之後 其實他發表了就是要拖元發 也就是反核的聲音 但是他當然受到很多的反彈 那其他下臺都跟這有關 那現在新手上上來之後 其實新手上的前提是 他也是不太敢冒人 就是我要完全支持核電的 那甚至他這次所任命的 不管是經濟部的大臣 還有他現在這個經濟部 當然失言之後 再替補上來的這一位戲也 那他也是一個算是反對原發派的 所以其實日本政壇 最後的走向 還要繼續再看 他裡面的這樣子的一個 不管是民間社會 對核能的反彈 還是說這些這些核能集團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應付接下來核災的後續的事項 當核災的後遺症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可能民間反彈越大 可能也沒辦法再堅持 所以一定要永和 因為當你在現在 在仔細在計算 現在冬天他必須開始計算 包含對福島縣這些災民的賠償 包含這些核電的之後 我們知道他到底現在還沒有結束 現在還在還沒有辦法冷卻 那之後是不是要蓋水泥棺材 那後續的費用恐怕都是 那個幾兆EB上面是天文數字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到底對經濟 還有沒有理 還很難說 那其實我覺得比較 比較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應該要看像兼職人 他下臺之後 其實他後來有對媒體發言 他有說了一些真心話 因為下臺的官員 比較容易說真心話 他其實就有說 他其實真的嚇到 就是當一個國家首相 他發現就是核災 那個時候幾乎要讓東京首都圈 都必須要撤離的時候 他開始感覺到核災 是他們沒有辦法控制的 所以他才會發表這樣的宣言 是 對 那主任你所看到的這個 所謂的現場的第一線員工 他們對於核能的一個支持度 是怎麼樣 他們覺得這個核能店 也是必要的嗎 有的有 有的也是一直在 因為他們一邊做這個工作 還是怎麼說 就是他們的工作 所以他們不要離開這個工作 是因為可能他們他 沒有其他的工作 如果有其他的工作機會 會可能他們 他們員會做其他工作 所以我想 大家應該謝謝你 謝謝你